買中古屋 最怕遇到瑕疵物件 還有黑心房仲 到底看中古屋的重點有哪一些 要如何破解黑心房仲的手法呢 買下來之後覺得真的很喜歡 可是呢 因為畢竟是50年的老房子了 對 所以他就決定要重新裝潢 可是呢 居然在裝潢的過程當中 他發現 哇 不得了 居然是海沙屋耶 好 這邊提供一下 就像我們公司來講 會有本不動版的說明書 騎什麼 一本 非常好 重點在哪 非常好 一定要看 今天我們就找來 永慶房屋謝智傑 還有理財專家 吳彥莉 實境交戰 將你買到絕不後悔的中古好宅 來 這邊請 嗨 你好 對 我們上一次呢 下班競技學去了冰凹拉家 記不記得去冰凹拉家 結果大家決定要來個房屋健檢 對 怎麼買中古屋 新房子怎麼看啊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邀請到專家 智傑哥帶你來看一下 所以呢 進到這個新房子裡面 就新的這個物件 我們要看 要先注意什麼 如果是裝潢很漂亮的 我建議大家先 深吸一口氣 深吸一口氣 看一下 看這也風水怎麼樣是嗎 沒有 對 氣場沒有 最重要是看有沒有刺鼻味啦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看到一個 裝潢很漂亮的房子 我們其實不要太開心 我們是要提高警覺說 是不是一個 粉飾太平 粉飾 一個可能短期的一個投機客 可能他買了一個 有問題的房子 用一個可能裝潢 或是一些粉刷去掩飾掉 它一些物況問題 那通常有一些比較劣質的裝潢 它都是有一些假醛味 對 所以你剛剛你吸一口氣 有一些刺鼻味的 其實這個房子可能 就掉頭就出去了 對 就比較 沒有啦 不用看啦 對 就比較這個裝潢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對 這個是第一個 一定要注意到的地方 這個怕裝潢 它的材質 說不定對人體是有害的 然後第二個 大家最在乎的問題是烏礦 就是說你裝潢的房子 其實美輪美幻 一看就喜歡 可是隱藏了很多這些危機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做醫美藥做徹底 就是找他有沒有一些 小小的這個口隙 我可以鑽看看 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請 一般如果裝很漂亮的房子 它被遮起來 可是遮起來 基本上有些 不一定完全遮得住 對 譬如說像這一間房子 它本身就有一個保養孔 哦 留這個保養孔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保養孔 或是像有一些廁所裡面 它有一些維修孔 你可以從維修孔裡面 先去看一下 它裡面 這個人 這個屋子 真實的狀況 這樣跑上去看 對啊 這樣房中會嚇到吧 也太專業了 其實有時候 不一定要把頭伸進去啦 其實有時候的話 其實我們就有個板凳 上去把這個推開 你只要用那個相機拍一拍 發現說有沒有一些 可能是不是有污漬 就是我們講 因為如果房子有漏水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水痕 趴在上面 咒 走遠 對 甚至我們有發現說 我們之前還有發現說 其實還有那種水泥塊剝落 那個水泥塊是掉 就是在天花板上 哦 有點危險 對 因為有時候它把它遮得完美 你都看不到天花板的狀況 所以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天花板的狀況 哦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我們也可以透游一些 可能我們講的 像這旁邊是廁所 對 廁所 或是可能會有一些 容易有水漬 水痕進來的地方 其實都是有可能會有一些漏水的 可能疑慮 所以你在這個 這邊地方 你要特別看一下 這邊的 它的旁邊的粉刷 哦 是不是有一些顏色不一樣 哦 重新刷過 重新刷過 可是有時候重新刷 如果那裡曾經有漏水或水漬的痕跡 其實它刷完以後 它的顏色會不一樣 或是有時候它的油漆會膨脹 對 所以從這個一些比較容易有一些管道間 或是有一些滲漏水的一些位置 其實你可以發現這樣這個房子 有沒有無礦傷的問題 是 不過我進來我們就發現問題 什麼問題 我眼睛睛來著 都裂開來了 哇 很明顯耶 這個豪宰也會裂開哦 這怎麼辦 來 你要多久清楚 這邊我們跟大家 這是很多人 都會被這個嚇到 對啊 其實有時候看到這種細細的紋路 大家不要太擔心 它裂得很直耶 對 大家其實不要太擔心 第一個 因為我們台灣本來就是屬於地震代國家 對 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邊比較特別 因為像這種是比較屬於大樓的案件 這個隔間 我們講叫輕隔間 輕隔間 這邊來講的話 它是用一個板子 然後在一個板子 它中間去這樣結合過去的 所以我們看這個直線很直 基本上就是當初 它的板跟板之間的結合處 久沒有去做粉刷 它可能有一個細紋 這個是沒有 不用太擔心 這是可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 如果有些人列的 是那種軍列 是那種閃電型的 雞爪 一般雞爪 或是閃電 一般都會出現在 像這種是板子的 它基本上是出現雞爪 你的裂盒的機會很大 一般來講 會列到雞爪 或是閃電 通常是那種 船 那種磚蓋的 噢 傳統磚蓋 然後用粉刷的 水泥的 對對對 像這種 裂的很直的 這種通常都是輕隔間 如果是雞爪紋的 通常就是磚蓋的 那雞爪的那個 就也沒關係 是沒有關係 其實一般如果說是 單 因為一般會有這種裂痕 大家最擔心是結構問題 對 那結構其實對一個防止 最重要是梁柱 梁柱 所以我們要觀察是 如果梁柱是有這樣的裂痕 要特別小心 梁柱不管是 雞爪還是 還是直的 還是橫的 還是斜的 如果它的裂痕是比較大 一般我們都用10塊錢 當一個 一個 因為有時候它細細那個 有時候只是 表面的 油漆 甚至是表面的 我們那時候會講說 會補水泥 它有時候樂當人縮 如果說是比較 裂的比較大的 它有可能就是 它本身的結構體出了問題 可能地震 搖晃 讓它均裂 那種狀況就會比較特別 不然的話 一般的牆面的 極爪的細紋 或是像我們剛剛看到 這種長路的細紋 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可接受的範圍 可接受的範圍 葉莉姐 如果有時候 如果都碰那種 壁啊那樣怎麼辦 其實碰到壁啊 還有漏水的狀況還蠻多的 我也來帶大家這個來 對 我們先進來說明 房間要看什麼呢 來葉莉姐來告訴我們 對 其實房間可以看的細節很多 特別是很多人呢 會很擔心 你買到房子之後呢 它其實有漏水的問題 對 這個漏水呢 它其實之前已經被粉飾太平了 嗯 對 我們先講 比如說像這個窗戶 這也不是啦 這裡就是 剛才試過的 對啊 這個便宜 這個便宜啦 房價也不會扣分啦 對 那就說 如果說你當時這個窗戶呢 沒有做好 或者是你本來就是漏水的問題 比較多年的話 那有一些呢 屋主他們為了房子的賣相好 他會在這邊不停粉刷 不停粉刷 不停粉刷 那可能一般的消費者要看的時候 會看不出來 對啊 對 那其實我個人有個小PayPal 這個 這也是我老公的PayPal 因為我老公他們家之前是做裝潢的 那就是說 如果說他其實已經漏水漏很多年了 那其實他經過粉刷 你用手去摸 你會發現說 這邊有倫倫 倫倫是台語 就有點濕濕的感覺 沒乾就讓你來看喔 不是啦 就是乾了 乾的時候你還是 就是因為他畢竟還是一個粉飾太平的狀況 所以實際上他裡頭可能就是濕很久了 濕氣很重啦 濕氣很重 那你就是要多摸 他可能有一片就是跟其他的地方 比起來比較倫倫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懷疑說 欸他這邊是不是其實 就是漏水啊 或者是BR的問題其實是蠻嚴重的 這部分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知道 我可以講那個許浩平 大家可以見那個蜘蛛棒架 哈哈哈哈 沒有水 我們還有有外星人 有水有水 對那其實呢 因為BR的問題跟漏水的問題 真的是大家最在乎 因為之前很多的調查統計顯示 這是民眾最kill的第二名 第一名那是綁架 好 那所以呢 之前有個藝人 也是我的一個朋友 他那時候也是買中谷屋 然後呢 對方就非常好心的跟他說 欸那個因為我要出國 我所有家具都留給你喔 因為我朋友本來他想要殺價 對 結果對方就說 哇所有家具送給他 送他去 好划算 對我朋友就覺得超爽 超爽啊 超爽的 他就因此賺了五六十萬對不對 所以呢 他就覺得好不殺價 結果他就搬進來 那還是要重新整理嘛 結果家具一般呢 他嚇到了 家具後面居然是很嚴重的壁癌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會提醒大家 因為有些屋主呢 他為了要隱瞞一些資訊 他可能會送你東送你西 或者是呢 在這個設計的後面呢 就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設計 好像壁紙後面 對 他也也許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問題啊 那這部分大家就要多思考了 對 那如果有貼壁紙起來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檢測啊 那壁紙通常我們也只能用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如果有壁癌的話 顏色 壁紙的顏色也會不一樣 這個也是一個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有時候想要用觸摸 是觸摸啊 對 真的有時候因為他那個 就有濕氣 會有濕氣 其實基本上如果說是 除非他鋼貼啦 如果鋼貼成了 如果你真的會擔心的話 運氣太差了 太差了 那你只能講說 你在買賣的過程 要特別去注意 要去講說 如果有壁癌的狀況 可能的一些負責要先講好 不然的話 可能你有時候拆掉 你會發現一大片壁癌 那你就求助無門了 對 剛才講了這麼多污礦的東西 但實際上我更好奇的是 房仲 因為有時候呢 他們這些專業人員 他們會隱瞞一些東西 或者是發出控門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一定要算好好的了解一下 我們到後面坐一坐來聊好了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買這種 二手中古屋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一些瑕疵在所難免嘛 但是比較擔心的是 明明有瑕疵 可是遇到黑心房仲 就幫忙隱瞞這樣的資訊 然後轟抬房價 讓我們沒有辦法得到 最正確的一些解答 那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才可以破解黑心房仲 對 我們先來講了 就是事實上這些相關的一些狀況 真的是滿多的 而且呢 因為你問題越大 然後你這個到最後只包不住火 那消費者就會覺得 真的是吃到悶虧了 那我舉兩個實際的例子 那第一個例子呢 當然就是隱瞞重要的資訊 這個所謂的隱瞞重要的資訊 就是屋況呢 有非常非常重大的瑕疵 那這個買家買之後才發現 真的是吃虧吃大了 像有一位民眾 他那個時候就非常喜歡 基隆的好山好水 所以呢他就跟當地也是非常有名喔 當地非常有名的一個房仲業者 而且還是個店長 你看他說這個基隆我很喜歡 就尬一樣 我想要買一間這個套貼 套貼 那你趕快幫我找一下 那當然因為是店長嘛 人脈也很廣 所以很快沒有太久的時間 就幫他找到一間這個物件 那這個買家看一下之後 也覺得蠻喜歡的喔 價格好像也蠻合理的 所以非常阿沙利的 就258萬給賣了 基隆258萬買一整棟透店 就是當地的房價嘛對不對 不過基隆最近也長蠻多的好 那話題拉回來 那總之那名字買下來之後 覺得真的很喜歡 可是呢 因為畢竟是50年的老房子了 對所以呢 他就決定要重新裝潢 可是呢 居然在裝潢的過程當中 他發現哇不得了 怎麼到處都是臂癌啊 臂癌也就算了 他覺得房子的結構體怪怪的 所以呢 他就又自費 花了8萬塊錢 請人家來做檢查看是不是 有其他的狀況 結果一檢查不得了 居然是海沙屋耶 欸 這件事情為什麼不買房錢 就先做 都已經買了嗎 不是啊 因為他有問對方啊 有沒有問題啊 那房舟就跟他說 沒問題啊 這屋況好得不得了 你不買的話 別人就會被買 就會被搶走 所以這位先生他就立刻買了 那當然就說 後來因為他發現是海沙屋 之後他就回去找這位店長 那店長就說 可是那是屋主沒有告訴我啊 但對這個買家來說 他會覺得說 你怎麼就是推卸成人 推卸得這麼乾淨 對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 去做一個溝通的協調 那當然後來呢 買家他又去查了實價登錄 我也覺得這件事情很奇特 就是這個買家 其實他之前也是個包租公 那他對於這個房價 應該要挺有概念的嘛 結果他因為發生事情之後 他又去查了實價登錄 就發現說 因為他其實當時是用258萬買 那這個店長呢 就跟他說 我把你房價寫高一點 這樣到時候我們可以多帶一點 多帶一點幹嘛 你就可以做裝潢 你可以有一些資金的運用 對 所以大家有聽懂重點嗎 他是買258萬 可是呢 他在實價登錄上面的價格是280萬 那剛好呢 實價登錄他有個空窗期 所以呢 這個買家他又去上網去查 之後才發現 不得了 前一手的買家 他居然只持有短短一個月 就賣給他 偏偏前一手的價格也是280萬 有沒有這麼巧 所以那個買家就覺得說 一定是店長跟這個 前一手的屋主 他們彼此有一些勾結 所以把房價呢 哄抬上來 然後再賣給他 那當然這個案子 後來就是經過一些訴訟 那至於人頭戶這件事情 就是還在打官司當中 可是海沙路的部分 確定是要判賠了 然後對 那對這個買家來說 他覺得最不甘願的地方是 房價他花了258萬 然後重新裝潢 他又花了200多萬 然後他又花了8萬塊錢 自費做檢測 所以他覺得 他總共賠了500多萬 他很不甘心 這個 這也跟你聽得津津有味 其實我們碰到這種事情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碰到這種狀況 其實一般房仲 應該是要散盡 這個房子的調查義務 所以像一個 剛剛講的屋況的問題 其實第一個 可能除了問那個房仲以外 其實最重要其實就是 他要提供不動產說明書 不動產說明書 對 因為其實在 房仲在做這個事情 他本來就有調查的義務 所以說如果說 他今天不動產說明書 當初是沒有註記說 有這些問題 事後有這些問題的話 是可以相對的去做一些 可能求償 對 因為裡面有包含他的調查 以及屋主也要寫 針對這個現況說明 屋主要自己註記說 有沒有這些問題 如果當初都沒有註記說 有一些海沙 或是有一些 可能綠離子過高的問題 可是事後卻有發生的話 是可以有相對的一些 可能賠償或是一些 後續的一些補償狀況 是 可是你知道 因為很多人買房子 尤其是第一次買房子的人 他們都買中古嘛 我們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說 我要注意海沙物 我要注意肉 有時候真的我就不知道 我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我買了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要看 那個要注意 那不動產說明書上面 如果他沒有寫 我根本不會注意到 好 這邊提供一下 就像我們公司來講 會有本不動產說明書 其實 什麼 非常好 重點在哪 非常好 但是一定要看 其實你看喔 其實不動產說明書 它的第一頁 它就已經有註明說 我們這是哪些東西 其實買房子不外物是 你買的產權資料對不對 比如說 你買的坪數幾坪 你這個公設多少 或是你車位在幾號 甚至你這個土地 是什麼 十分多少 或是你土地的 它是住一住二住三 還是商業用地 還是農地工業地 那個都會有差 包含它的後續 是不是有些人貸款 它是沒有貸款有貸款 貸款還有分成二胎三胎 有些人可能把他房子 又拿去地下協商 可能抵押的都有可能 那個都會造成後續 買了之後 可能買賣的一些 門口被噴漆就對了 對 所以第一個你是針對 這個基本的房子的產權 你就要知道 所以產權一定要知道 第二個像剛剛那個 講的那一些 葉莉姐講的那個狀況 就是它的一個物況調查 那物況調查來講的話 其實它就會在裡面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其他重要事項 所以在一般來講 你的第二個事項 我們馬上就會到什麼 你看 就叫做重要注意事項 就一般房子 我們那個產權資料 都會有住民 就是你去一些戶籍資料 或地震局 藤本都會有的資料 可是像這個重要資料 就是說我們要去做調查 比如說這個房子 本身有沒有一些 屋況的問題 屋主本身有沒有一些 借貸的問題 或是說這個房子 是不是會報差的問題 或這個附近 就像我們講 這個有沒有兇宅的問題 都是屬於重要調查之下 還有鹹物設施也都會寫在裡面 對 鹹物設施 比如說你旁邊是不是有 譬如說沒辦法包 電廠 垃圾 基地台 對 也算嗎 對 也算 酒店也會被寫在裡面嗎 基本上 風化場所 你生活那麼複雜 晚上都要去兼差 所以說不動暗說明書 其實一般的消費者 其實重要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 重要調查資訊 包括剛剛燕麗姐講的 都在裡面 那第三個其實 但是你當你覺得說 這個房子都沒有問題 產權沒有問題 你房子本身沒有問題 最重要在意什麼 在意價格 就是剛剛講的價格問題 對 實價登入 對 基本上你最後 你就在不斷說明書裡面 基本上你會附註 我們黨的實價登入 讓它比較後面 像這邊就會附註 實價登入 這個就是說我們當初 其實也有提供給屋主 就是我們在 真的會拖 對 會 這很棒耶 世界上我見識到 對 其他的業者沒有這樣做的 些那麼清楚 所以像剛剛燕麗姐講的 就是說 她怎麼知道說 上一手或是怎麼買多少 或是她持有 其實這個裡面 就是在實價登入 第一個你看價格對不對 對 因為基本上實價登入 作假的機會不大 可是像她那個狀況比較特別 她那個狀況是她原始的屋主 就是配合可能 黑心房仲就來作假 就聯手砍殺 因為本身可能她政府機關 她是你消費者或是你 因為以前是地震室去登記的 後來今天 後來改為買賣雙方 後來就是實價登入 2.0變0.5嘛 對 可是至少改了一項叫做 由買賣雙方去做一個 那個實價登入登記 像早期的話 都是地震室做登記 所以的確有一些黑心房仲 她會聯合一些地震室 或是聯合一些投機客 或是買賣方 她會去作假一些 那我們講的叫AB約 或是作假實價登入行情 這種狀況是有 可是本身可能公家機關不會 你來多少 她就登記多少 所以說像這種狀況 有時候我們會提醒她 其實你有時候在藤本裡面 會看到一個叫 異動資料 異動資料 就是說她可以看出這個房子 甚至這個土地 它異動多少次 比如說我這邊舉個例子 也是說她被買賣 或者是她被專搜多少次 對 因為我們在不斷說明出產權資料 有一個一定叫藤本資料 這個是跟地震機關調閱的 然後地震機關調閱裡面 就有她的一些所有權 她的一些可能 他向權利部 或土地的一些權利部 裡面其實也可以請她們 去調一個叫異動索引 異動索引 異動索裡面就有這個資料 她的過戶 整個過戶日期 那如果你發現說你的房子 才剛剛一個月前過戶 又馬上轉賣 那其實就會有一些 可能就是投機客有關起買賣的可能性 不過志傑哥 像是我之前要買房子的時候 我會去查一些實價登錄的資料 可是政府那邊的實價登錄 它好像以30號為一個門牌的基準 對 所以我可能在查的時候 我查到的比較是這個區域 它的實價登錄 我沒有辦法很精確知道 我這一棟的實價登錄是多少 有時候隔壁是豪宅啊 我這種可能只是普通 我的房間就會被拉上去嘛 但有可能隔壁很差 我就被拉下來 那這樣你們的有精確到 可能我可以看得到 更小的門牌的單位嗎 這個就是我們其實 永信房屋一直在 我們就是為什麼說提倡說 你的行情要到門牌 這個也是我們最重要的因素 這個是我們平常 大家會在內政部 它的本身的實價登錄網看到 如果你輸入門牌 或輸入地號 它可能會有不同 可是一般 我覺得一般消費者 他對於實價登錄的運用 其實還不成熟 因為其實它的複雜度還是比較高 第二個來講的話 其實在實價登裡面 你1到30號 其實1到30號 真的是一個非常遠的距離 對啊 真的是一個 因為有時候1號就是1棟 對 像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1號 1棟 等於說如果跟我們一樣的話 你1到30號有30棟房子 對啊 所以一般的消費者 你如果沒有在這個行業做的話 你不會知道是哪一棟 而且同一棟裡面的房價也差很多 低樓層高樓層有沒有高級狀況 對 所以說一般你 你如果以現在政府的機關的這個東西 其實很容易就會讓黑心仲介 它會用可能用模糊的地帶 比如說講說這附近是什麼樣 可是其實屋林的不同 或是我們講的有時候是屋林 或是洞別或是樓層 或是面向 或是可能建商的不同 其實它價格都有時候會不一樣 是 所以這個有時候就很容易去模糊掉 它這裡的真實實在的行情 第二個其實實駕登錄裡面 它的車位 它雖然是有時候會標 可是標它並沒有分算 所以你在實駕登錄看到裡面的行情 它有時候是包含車位的 一起算進去 對 可是我們怎麼知道它 它跟我們講說成不成實呢 基本上除非你自己知道說 它的車位平數是幾號 你會做分算 不然的話其實有時候 有一些黑心仲介 它會把車位混進去 然後用平數跟你一起算 讓你以為這個價格是很便宜 然後跟屋主講的時候剛好又相反 他就如實的把車位分開來 跟你講說 這個是賣的很好的價格 那當然車位分開本來就是應該的 所以實駕登錄裡面 它的一個行情單價 它是並沒有去分開車位的計算 那像我們提供的行情裡面 不只是落實到門牌 就是說你這個成交幾號 如果你有疑問 你可以直接到這個大樓底下 喔原來這一棟五樓 它面貨面面前面是賣多少 你頂多不知道就是屋礦而已 因為屋礦可能每一個房子各有落差 可是至少你不會 就是一個屋齡三十年的 再跟一個屋齡五年的做比較 是 或是你可能不知道說 這一間可能它的面向 或是它可能距離 因為有些1到30號 如果1號在捷運站旁邊 那30號可能離捷運站可能一公里 那你這樣子的話 光它那個地點 它落差就很大 價格落差也很大 它把30號當作1號 再跟你訴求也有可能 對 這個都是一些可能 這個現在目前的實價登陸沒有落實到門牌 所沒有辦法去注意到的地方 是 可是剛才我們講到 因為你講到一個東西 這重要資訊裡面很多人很在意凶宅 對 之前我覺得之前 我之前我住過一棟樓 就是它我們的隔壁 然後樓上 還有它的7樓 11樓都有非自然死亡 整棟這麼多貨啊 這很怪耶你知道嗎 就兩年之間 那你還住在裡面 我就住進去之後才知道 好可怕 可是買的時候沒有人 你跟我們講這些事情 對啊 那其實因為房仲 後來他跟我講說 他沒有告知的義務 他不是說這棟樓 他就應該跟我們講還是嗎 是這樣子喔 其實如果以現在的一般 我們在辦公室 對 你住那麼重啊 除非 我住了兩年多 後來那時候 事業還滿不錯的 福利福人區 這邊我可能講解一下這個狀況 一般如果在房仲業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是以當戶 如果有非自然生故 如果是自然生故 比如說生病 或是他自然死亡 那都不算 比如說比較屬於說他殺 或兇殺這一種的 比較非自然事故 要做告知 可是也只限於這一戶 他的規定是這一戶 同一層也不用講嗎 其實同一層隔壁 其實他並沒有一定要告知的義務 可是一般的房仲 像我們公司就一定會這樣 我們公司是上下左右同樓層 跟公社一定都會註明 這個是我們覺得基本的道德 甚至有時候可能是不同樓層 有我們還是有一些會註明 可是如果以規定來講 就上下左右跟同樓層 跟我們講公社 我們會特別做 不然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中間跟你講說 我沒有告知義務 因為你這一戶不是就不是了 對 對 所以說他如果你這一戶不是 他的確在法規上 並沒有說 他一定要告知你說 你的七樓 你的下一層 你的哪裡是 對 如果說我真的想知道的話 除了台灣兇宅網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 我會google那一棟大樓 其實如果有一些新聞 他就會出來 是喔 那些新聞就是除非 他有重大的那個社會案件 對啊 如果只是很小的 對 可能就不會上報 因為我遇過耶 我曾經以前要租房子的時候 我想要租一戶 然後我自己用google map去看 然後我發現我要租了那一戶的隔壁 出現的google 是不是 是被燒過的樣子 然後我想說奇怪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再去查一下發現那邊就是 他就是曾經就是 火燒過 對 那就是一牆之隔 但那個房東就沒有跟我說耶 對 其實一般如果說 像消費者遇到這個狀況只有幾種 一種就是問當地的鄰居 問當地的里長 如果是住大樓有時候 甚至可以問大樓的一些管理員或總幹事 這是一種方法 然後第二種方法 就像剛剛那個哲星哥講的 可以上網去做查詢 你可以把這個大樓或是這個門牌 他有時候其實有發生過兇宅 基本上都會上報 或是說 然後他那個警察局那邊都有說 做一些紀錄 所以像一些網站上 他是會有住民的 那第三個狀況 可以去問當地的警察局 因為基本上這邊發生 那個那種 比如說兇宅案 基本上都會做報案的動作 對 今天我真的學到很多耶 就是看這些房子 其實我們每次 在聽到朋友買房子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那今天聽到就是我的街裡姐 還是之前跟我們聊這麼多 尚浩你有沒有學到 有 我真的知道有一些那個小 就是平常以前都不會值得 你知道的 然後我本來以為病癌很嚴重 今天才叫做 哇 怎麼看 是 可是最後一定要說 我們還有什麼 要值得注意跟關心的呢 其實最重要 其實買房子到最後面 大家最在乎的還是價格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還是針對 那種行情的一個 沒有如實提供 這是最重要的 以防說有些黑心仲介 他用一些可能 模糊的實價登錄 去操弄行情 或是我也擔心說 有一些消費者 他買到一些短期 一些投機客的 不OK的裝潢 所以我們自己 永慶房為什麼會 落實說 我們的行情 一定要到門牌 同時來講 也有提供兩個保證 是 就針對我們 針對買方 如果今天沒有提供 上一手的一個屋主資訊 針對一年內的房子 那我們最高會賠償 加他三百萬的價金 是 對這也是一個 給一個消費者的 消費者的保障 對 因為我們也怕說消費者 被一些可能 短期裝潢 或是一些投機客 聯合黑心仲介 他可能去操弄這些行情 是 而損害到我們一些屋主 或是買方的一些權益 對 那當然不只買方 屋主也有 那我們也很重視 實價登錄的完整 以及揭露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永慶房務 有人沒有提供 完整的行情 給屋主的話 我們也承諾 退所有服務費給他 對 這樣子很快別這樣 就學你們了 但你們這樣服務 又要推陳出去 沒關係 其實我們也 非常樂意 我們所有的一些同業 一起效法 他們的力量 對 是喔 好啦 對啊 所以房姐是在那邊買的 對 我還跟我的房眾拜託 是喔 對 你都沒有跟我拜託 你跟什麼房眾拜託 對不對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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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